下来看国际信贷评级机构穆迪对我国经济的看法 穆迪看好我国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将能够取得4.5%的增长率 比起去年的3.7%来得好 穆迪认为虽然整体外国环境持续充满挑战 加上阿尔尼诺现象将给国内农业带来风险 也给通行带来了压力 但是国内健康的就业环境将可以支持国内内需 持续保持弹性 而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 以及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等政府政策支持下 也可以刺激国内私人和公共领域的投资增长 不过全球经济放缓难免会削弱进出口的表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